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小朋友 欢迎大家参加我的广东话游客团 我是Uncle Calvin 你叫什么名字呀 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夜晚了 到底我要带大家去哪里呢 在台湾有很多很出名的夜市 今天我就预备和大家一起参观 姚河街观光夜市 各位小朋友准备好吗 那我们出发 在台湾夜市已经有过百年的历史 而Uncle Calvin今天带大家参观的 是在台北的姚河街夜市 各位小朋友 大家跟着Uncle Calvin读一下 夜市 读得很好 带大家去到我们的入口 好一起看一下 小朋友 这个夜市有两个主要的入口 在入口都会见到金碧辉煌的牌楼 而在牌楼上面还有一种动物的图腾 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这边 大家看到吗 在上面有一只猫头鹰 这只猫头鹰也是代表着夜市 因为晚上在这里 就会最多东西看最好玩 各位小朋友 大家都跟我读一下 猫头鹰 读得很好 夜市里面有很多东西吃 在夜市里面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美食 无论是咸的甜的食物 还是饮品都应有尽有 好像这个就叫做 芋头酥 哇 是很大只鸡翼 你看看这只烧魷鱼多大 它一定很好吃的 看来还有小朋友很喜欢吃的蟹柳 这些就是经典的台湾小食 叫做盐酥鸡 吃起上来的时候 它好像炸鸡一样 除了经典的台式小食 连这种甜甜圈都有得吃的 在夜市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美食 好像我现在在手上拿着的这个饼 它的名叫做胡椒饼 胡椒饼里面到底是怎样的呢 让我咬一口给大家看一下 制作胡椒饼的时候 会在面团里面包入肉和葱 然后把它做好 然后放在炭炉里面烧 在这个炭炉里面会沿着旁边的墙 铁满不同的胡椒饼 然后一次过烧烤 最后出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这么漂亮的饼 在夜市里面 其中一种特别的食物 叫做臭豆腐 所谓的臭 其实就是说 豆腐在发酵过程当中 所发出的味道 炸好的臭豆腐 加上酱汁和酸菜 就可以吃了 这个就是臭豆腐了 让我试一下 好好味道 各位小朋友 大家跟我读一下 小食 读得挺好 我要继续吃东西 在夜市里面 部分的摊档 还设有简单的桌椅 给大家买完之后 可以立刻坐在这里吃 在传统的夜市 还会有很多店铺 售卖不同的雜货 日用品等等 就好像这一间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连玩具都有 在现在的夜市里面 还有很多这些夹公仔的店铺 和大家一起进去看看 小朋友 你会不会都很想玩 首先入钱 然后就可以控制 按键 夹不了了 夜市作为当地人的娱乐 除了有不同的美食之外 还有很多游戏摊位 还有一个 这里就有一个 这里就有一个 和大家一起玩一下 一百就可以用 三个吗 三个吗 对 拿一只要丢五个 那你会丢吗 不会 教学一下 谢谢 拿一把起来 然后呢 控制方向 闭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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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力丢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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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教我玩的时候 要单起左眼 让我现在试一下 哎呀 加油 好 丢三个 所以就要下一次 所以我需要在同一煮的时候 要丢到五个 同一次我有七个机会 最少要丢到五个 好 呜 我已经有运够了 哎呀 五个会怎样 有一只娃娃 前面这个吗 对 如果我想要这个的话 要怎么样 要三次 三次都要有五个 三次都要有五个 都要五个 哦 好啦 那我可以在这里选一只公仔了 但我先玩完这个 我先把这个都玩完吧 对不对 好 慢慢丢 慢慢丢 哎呀 哦 这个没有了 哦 好六 但我已经中了一个了 和大家选一只公仔 这里有很多公仔 那我选 那我选 我想我选 比卡超 好 好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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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好啦 小朋友 大家跟我读一下 在夜市里面 我们可以玩的是 摊位游戏 大家都读得挺好吧 前面还有很多东西玩 继续去玩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台北 一定要参观这里的夜市 不过夜市里面的人很多 而且在周围都在现场烹煮食物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 记住要跟着爸爸妈妈 千万不要自己到处走 好啦 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 多谢各位小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在夜市里面 有点好 在夜市里面 在夜市里面 一会一个 我川普 Favor 尽 在夜市里面